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包括今个月下旬开始在部分海军截驶市 有立法会议员就担心准备闯撤影响吸引力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二预告 下个星期会讲怎样提振夜经济 据了解政府下个星期四晚 会在西九文化区举行启动礼公布连专措施 消息说措施将会分阶段推出 第一阶段是9月下旬配合中秋和国庆假期 包括延长商场营业时间 部分会提供晚间泊车优惠 又可以用低价购买甚至送免费汽票 也正是考虑提供夜间公共交通优惠 据悉当局又正是考虑在部分海滨 设立摊位卖熟食和干货 但是由于涉及出售食物 意味是需要拿牌 有议员认为有机会只是将现有的食肆商户 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营业 担心无特色 因为时间闯缩政府会不会是弹球就手 会有被人临时拉敷的感觉 最重要的结果是希望旅客或者市民 有一个换言一身的感觉 就不要说原来全部都是熟口熟面的 又是这几档连锁店 指纹其实心很清晰 想吃一些新的东西 见到新的东西我们都会买 雷发局就说 未来几个月会举办一连串的大型盛事 包括下个月 在中环海滨复办实体版美酒家饵巡礼 11月推出香港缤分冬日巡礼 和随值跨年倒数等等 有戏院就率先宣布 星期四开始去到月底 夜晚九点之后的长次50元 个别远线的午夜长35元 无视电视机者林俊天 据了解行政长官李家超 未来两个周末都会落区 听取市民对施政报告的建议 消息指行政长官李家超 初步计划今个周末去荃湾探老人家 了解安老需要 之后的周末会去元朗探访汤房户等等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说 原本打算上个周末落区 因为风暴关系延后 一个九巴车长在九龙湾车厂 怀疑被巴士撞到昏迷 宋远证实不治 九巴说对事件感到难过和哀痛 已经即时派职员协助 并配合警方调查 现场是林华家一号九巴车厂 警方上午7点半接获九巴侧员报案 一个男车长上班期间 未能按时出车 之后发现他昏迷倒饿在车厂天台 头痛脚严重受伤 怀疑被巴士撞到 送去轮合医院之后证实不治 新冠防疫措施解除之后 当局在过去两个月 接获阳性个案 每星期少过一千宗 史系医工会就说 市民主动打针的意欲已经不大 但有传染病专家就预计 下个月开始 确诊数字或者会再上升 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 政府在五月降低应变级别去到戒备 确诊个案不再强制情报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收集 发炎所核酸检测阳性的个案 三月解除口罩令之后 四月底确诊数字 升到每个星期大约4000宗 之后回落 在8月20日至26日一个星期 一共录得616宗个案 九成半是XBB 及其亚系变异病毒株 回顾疫情三年 本港曾经推出不同阶段的防疫措施 之后逐步解除 而至今年4月20日开始 一般市民接种疫苗要自费千多元 长者和高危人士 仍然获政府资状免费接种 但世纪工会说过去一段时间 主动到诊所打针的人不多 有传染病专家说本港免疫屏障相对稳固 但预料10月后会开始生一轮新冠感染高峰期 我们对上一次新冠疫情由今年4月 我们预示新一波新冠疫情会受到一个新的变异株 都会在未来11月或12月有机会影响我们 无论是透过自然感染或者是透过接种疫苗 打了半年后 其实保护是可能会遭绕的 在那段时间变相相比较多人受到感染 他说本港现在可以选择的二架疫苗 都能够针对XBB、EG.5.1等变异株 提醒高风险人士按时接种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健不露 一个男人涉嫌收取由海外寄离的洋村汇本 被控输入煽动刊物罪 上辰是港区国安法生效以来 律政先第一次以这个罪名提出起诉 今年3月两个男人涉嫌管 有煽动刊物洋村汇本被控被捕 其中一个人被控输入煽动刊物罪 据意图引起憎恨或藐视中央或港府等等 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被告申请保释被拒 案件押后到下个月6日再讯 以待辩方索取法律意见和文件 去年有5个人因为发布3本洋村汇本被裁定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罪成 声代报社论 英国第二大城市白明汉前日宣布破产 除了弱势社群的基本服务之外 将会暂停所有开支 白明汉破产在英国地方政府日不呼之 理财不善的缩影 不过当局就将责任推卸在争取平权的工人身上 令世人可以看清楚英国政客厌缺政治担当 为友谊或者移居英国的港人敲响警号 港人如果想移民英国更需要停一停 想一想 以免变卖资产之后 到了英国的生活不似预期 到时就会两头不道岸 大公报社评 美方和西方不断出现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中国经济到底如何 并非由美国华士 只要实地了解深入调查 就可以发现 即使在美国的全方位打压压制之下 中国经济依然是世界发展的火车头 正是为会员制仓储式超市創作新书的一对美国夫妇 他们7月在中国参观了位于上海和苏州的几间超市之后发现 在同等的规模之下 中国门店的日军核流量是美国的两倍 根本感受不到经济不景气 国家发展稳步向前 仍然面临各种的挑战和困难 不过大方向没有变 这个是美方和西方无法否定的事实 来到中华略映时间 黄金一直被视为是保值的资产 比起几十克的金色 现在内地不少年轻人反而热冲买迷你金色 一起去北京的金谱看看 小金豆、金元宝 这些只有一刻重的迷你金色 受到内地年轻人欢迎 北京有金谱说近日一金难求 经常会有人找 但是都说这段时间属于算货 就比较人多了 我肯定要做这种货 金豆的话每一个月差不多能卖50克 新买完以后就是你不想要了 当时你能给你编线 有专家认为比起几十克的金条 一克重的金豆降低了购买门栏 是较好的入门黄金产品 有年轻人比较喜欢新潮 第二呢也喜欢多变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他们特别喜欢小金豆 这样的理财产品 第二因为小金豆它属于小颗量 小重量 容易放也容易收 对于他们来讲 损失一次两次无碍大决 不过他提醒黄金价格波动较大 如果以投资为目的 需要注意避开风险 无线电视记者关可为报道 湖北武汉一角边随小镇 曾经深受水患之苦 当局采取一系列保育措施 探索湖区自负新路径 一起去看看那里的变化 围处武汉西南边随小镇 萧市乡地平土雍 是发展农业的保地 但常年受洪水威胁 很难吸引投资者 当地近年大兴水利建设工程 解决水患问题 有优化营商环境 吸引在外村民回乡创业 萧市乡东林 全市唯一国际重要湿地 沉湖湿地 一度冬天候鸟成群 但几年前周边村民以养殖为生 令到殖坯和水质严重恶化 2017年开始 当局全面禁止违网养殖 又实施退养环户政策 生态环境才得到改善 有返乡创业的村民 在湿地附近开办民宿 当局还计划建设国际沉湖湿地小镇 希望吸引更多游客来打卡 无线电视记者黄永杰 重庆大山深处一帮农民器骨 世代传唱当地的古老洋戏 一起看一下这种戏有什么特色 戴上面具 重庆有洋这帮平均年过六十岁的农民 演唱着古老洋戏 年近八十岁的花旦 一朝一夕利落降练 有洋洋戏属于口头传承文化 剧本没有详细的角色和对白 只有基本剧情介绍 剧情的内容就靠口头传承 因为原来师傅一带一带地传下来 他就是做些白龙们这样 或者是平时就得熟 就新传求生地传起下来 这个从盘带就传起下来 我们这个洋戏实际上就是一种异乐 那是从内心为说来好好地爆发 因为这个一次传了 我们整个这个地方它就不热闹 2021年有洋土家面具洋戏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扩展项目名录传统戏剧类 班主说过去四十几年戏班锐减 洋戏人流失 不少年轻人选择外出工作 现在演出机会多了 也都吸引年轻人加入 戏班最细的有二十岁青年 希望是新的开端 无线电视记者凤卿汇报导 这次中华略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看外围方面 美国服务业表现上个月出乎二月期加快扩张 市场得音心联储局将会维持利率提高水平多一段时间 美债息上升受拖累美股向下 标指和道指连跌两日 纳指更加要跌超过百分之一 至于我们港股方面 今早要看实内地经济数据 今早会公布进出口数据 今早港股低开12点之后 最新跌幅略为扩大 跌近69点 18,380点 各红分类指数普遍向下 得公用指数有得升到过百点 总成交超过31亿多 其指情况 9月跌66点 10月跌35点 总成交超过5200多张 最汇约港股造价 牌头为友邦最新偏远跌3号 现价在68.5 腾讯报326元跌1.6 信与上榜或最新跌1%过外 阿里巴巴首在92.2毫半 创科实业股价偏远跌2.5 看6至10位 平保要跌超过1% 内房股继续有炒作 碧桂圆再升超过7% 现价是1.31水平 新浪能源连跌几日之后 可以回升超过2% 56.4水平 看最后一只药明生物 最新股价向下跌1毫 恒生科技指数最新报4140点跌35点 看下手机设备股 昨晚美股方面 苹果公司要跌超过3% 看下其他消息就说 巨报内地禁止政府官员在办公时使用苹果手机 今天看到手机相关股也普遍要向下 瑞星最新跌幅挨近1% 14.7水平 信与光学跌5毫64元现价 至于高位电子 现价在15.3 跌幅都超过1% 另外红藤精密 现价部在1.05元 优泰科技现价部在2.91元 没有起跌 看下其他晶片股 美国有以原售敦促商务部停止向华为和中芯出口所有技术 侧疑华为新手机采用的中芯晶片只用了美国的技术 见着中芯 今天股价要向下跌2% 落到20.95元 其他晶片股就报个别发展 晶门半导体暂时没有起跌 没有在3.09元 看下的ASMPT 最新跌幅挨近1% 上海复旦都要向下跌1.06元 另外看多只手机设备股比亚迪电子 最新可以升到1% 做在37.9元 再看其他焦点股 安达旗下的AMSports 据报在美国提交上市文件 估值或高达100亿美元 支持安达的股价 最新升到1.7% 做在91.1元的水平 长城汽车据报考虑出售所持的风潮能源股份 潜在买家包括宁德时代 看着长城汽车 今天股价向下跌1% 坐在9.47元 香港科技探索旗下的电商平台 上个月订单总商品交易额 达到7.49万元 按月升到半成 按年都升近4% 看着股价仍要向下跌1.5% 落到3.26元 至于内地境内化肥价格飙升 中农控股将会减少出口 去确保国内的供应 看看化肥股 暂时没什么变动 中化化肥 最新做在9.07位置 新年新化肥就报在3.09 再看其他Tesla概念股 见着个别发展 登银就引述Tesla警告 到第三季度交付量将会因工厂停产而下降 见着来计物力竞科技最新股价 靠稳升近1先 7.68元 益和控股没有起跌 报在6.8水平 禁风现在跌幅拓大去到超过2% 落到37.95元 金阳新能源跌幅更加去到超过6% 现价在5.81元 福耀玻璃股价靠稳升近1.5元 焦点股今天继续看着内房股 郑州市房管局就说 8月当地商品房销售面积 按月升3% 按年升超过10个百分点 自上个月3日 郑州率先发布15条 找楼市具体措施后 郑州楼市逐步复苏 整版内房股继续在炒 未来在政策方面 会否再有放宽的憧憬 见着中海外 今早股价靠稳后 最新要倒跌1% 17.38元 融创中国再急性 最新再升超过1.1% 2.96元 碧桂圆升近3% 现价是1.26元 中国恒大最新再升超过2.3元 正在8元的位置 至于龙湖股价偏远跌8% 17.82元 开始打击看到这里 再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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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 外聂淑宇 一个九巴车长在九龙湾车厂 怀疑被巴士撞倒昏迷 宋远证实不治 九巴说对事件感到哀痛 会配合警方的调查 现场是林华街1号九巴车厂的天台 警方在意外现场拉起封锁 警员向九巴的员工了解事件经过 警方今早近7点半收到九巴的职员报案 说一个男车长上班期间未能按时出车 之后发现他昏迷倒垃在车厂的天台 头部和脚部都严重受伤 怀疑是被巴士撞倒 送往联合医院之后证实不治 九巴说对事件感到难过和哀痛 已经即时派职员去医院 为员工家属提供一切的适次协助 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 警方一连三日在新界南角主要道路 展开代号驱使的执法行动 打击违反交通规例的公共服务车梁 行动在星期一开始展开 警方一共折查大约800架的士等公共服务车梁 其中18架的士和4架小巴严重残缺 例如封挡毁坏 车尾泵把松脱 车头灯松脱等 和安全带有问题 涉嫌违反涉及车辆救助和保养的道路交通规例 涉事的车辆被扣查作进一步检验 警方也向涉嫌违反交通规例的公共服务车梁司机 发出113张告票和4张传票 他们涉及超速、切箱白线 在限制区道上落客 或者在汽车移动的时候使用流动电话等等 警方又向为例停泊的公共服务车梁 发出16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 有保育团体关注本港有瓶危爬行动物的贸易活跃 担心会加剧稀有物种的灭绝危机 以及潜在的公共健康风险 本港执法部门不时都会破获一些瓶危物种 被非法捕捉或者买卖 7月就拘捕一名男人 在他的寓所检获29只瓶危龟 世界自然基金会同一间非牟利机构说 根据政府的数据分析 2015至2019年间 本港进口超过520万只增瓶易兽 即是小型暴雨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和截肢动物 例如龟、鹰母和蜥蜴等等 其中470万只是活体爬行类动物 占全球进口量的三分一 成为频繫爬行动物贸易最活跃的地区 他们提醒在本港致养稀有物种 因为环境未必适合 会加剧他们灭绝的风险 如果期间有人弃养放生 亦都会干扰本地生态平衡 甚至有潜在公共健康风险 在近年有3至4种新的传染病当中 其实有高达76%的源头来自动物 大家都会知道SARS、禽流感、中东呼吸 综合症等等的传染病 可能有些物种是带有危险性的 好像刚才我们拍照的恶龟 其实它的体型非常巨大 咬合力也非常厉害 团体6月至7月在网上访问了近3000人 大约一半受访者认为现行相关法规过于宽松 近九成应同购买受威胁物种之前 需要展示合法贸易文件 超过八成半支持制定和统一相关动物健康资讯 并提供持牌真琴易受兽医和宠物名单 团体也都建议政府引入动物售卖商或者宠物店评分制度 鼓励业界注重动物健康和福利 推动业界改善营运模式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瑜报道 有学校在暑假期间举办研学团 带学生去北极游学 同时做方言考察 有学生说今次的旅程 启发他自己要多些去认识这个世界 50个陪正宗小学生 家长和老师早前参加了研学团到北极圈 他们说去到当地才发现和想象中很不同 连破冰船都没有冰破 周围并没有想象中北极那种冰天雪地的感觉 温度大概都是七到八度 所以不算是非常冷 附近是真的比较少浮冰 因为到所有的地方可能真是普通的海水 然后就是一些绿化带 所以比较特别可能就是因为环境的 全球暖化的小小的影响 破冰船一路北上 期间停靠在五个地方 学生会下船收集样本 再回到船上做实验 12日的旅程过去 同学仔回到香港 这一日回到学校实验室 跟进北极实验结果 有同学说今次的旅程改变了自己 真的去到一个外地 去看整个世界就会发现 原来真的很多东西是未见过而未知 所以就是激发了你 就是要多些去留意 或者多些去认识这个世界 不要经常被迫在我们看到的 或者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识了 就不去多些了解 学校校监何建宗 本身从事环保工作超过40年 退休之后用退休金 在北极成立科研基地 近年三次举办燃学团 带学生到北极 这个旅程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教育 一个人的成长 无论他们的组织能力 分析能力 领导能力 团队的能力 也很有帮助 燃学团每人收费9万元 参加的六个小学生 要有家长陪同 费用高达18万 我不能够解决这个社会贫穷的问题 每一个人要两力而为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缘 可以去到南北极 所以我叫学生 你都是珍惜你有这个机缘 无线电视记者黎维山报道 澳门有大学团队研制出一款机械人 能够有效地替代保安员的部分工作 成为校园的新宠宜 由传澳门记者黄慧芝带我们来看看 澳门科技大学最近出现了一部机械人 懂得眨眼 不过就喜欢和人保持距离 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校园的保安和巡逻工作 机械人由澳门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在2017年开始研发 上面那个智能的软件算法 它懂得自动导航 懂得去见地童 还有它的软件也懂得跟车路协同 比如说路面上有一些特别的信号 例如好像这里的停车场的杂机 它需要懂得跟这些杂机做一些车路合协同 当它感应到自己剩下35%的电源的时候 以后就会懂得自己回去充电站到充电 日本三个小时就可以充满电了 这个机械人巡逻校园一圈 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让人守快15分钟 保安人员例如有些地方可能有摊水或者垃圾 它可能绕过它不去 但是机械人的话它一定会去 就是赴汤到货都要去 另外就可以等保安人员其实也都进阶 保安人员可能就去到后台为主 或者保安人员就做一些更加精准 或者是更加复杂的东西 研究团队将会对机械人进行升级 它可以帮我们室内尋找一些送饭 以及一些紧急求助的一些严重场景 它可以跟人远程通话 比如我们可以有些急事的时候可以叫它 然后可以找到保安聊天 研究团队和内地相关单位合作 接下来还会将机械人带到杭州和武汉的景区 村镇等提供服务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黄慧之报导 明报社评 最近港大领大和较大营生活动出现的伪舍事件 反映当局有必要加强德育工作 在校园宣扬反性骚扰的信息 以及敢于向冒犯行为说不的文化 大学营生活动获火失分寸 并非是近年才有 校方有责任要求学生的活动 要符合道德规范和社会期望 评计会应该和各大院校商讨 如何确保相关的投诉渠道畅通 兼且是得到认真处理 以令到敢于向性冒犯说不的文化 在校园扎根 信报社评 政府牵头搞活夜市 借此振兴经济 业界普遍反应着弱 搞活夜市诚意可加 然而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可持续力度 如果缺乏更加宏观的全面振兴经济偷略 单靠个别几项大型的政事 未必能够长久地撑起市面繁荣 夜间经济主要是日间经济的有机延伸 唯有朝九晚五的时段财源滚滚 方可衍生晚九朝五的夜夜生歌 当时是本港的昔日黄金岁月 马照跑舞照跳 假如没有蓬勃的日间经济作为坚实基础 最好夜间经济 难免会吃力不讨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